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諮詢放告 今集我們邀請到民政總署的代表許若宜小姐上來節目 許小姐你好 澳門基本法紀念館成立於2013年 去年閉館重新裝修 當中有哪些元素和過往是有數不同的呢? 澳門基本法紀念館自成立以來 一直擔當著重要的推廣角色 透過館內具珍貴歷史意義的照片和物品 加上設有道相服務 讓大家從多個層面和角度 了解基本法的產生 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而為了加強社會大眾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 去年閉館裝修 並且於今年3月重新開放 除了重新設計參觀動線內 並增加憲法與澳門基本法 以及國旗、國徽、國歌兩個展區的展文介紹 同時增加更多元和互動元素 而吸引大眾的參觀 剛剛提到的多元與互動元素 可否有更多的介紹呢? 其實基本法一直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但大家可能會因為主題的嚴肅而卻步 要具體講到與生活哪一個部分有關係 也可能一時半刻想不到 因此紀念館增加了多項的新元素吸引大眾的參觀 例如余音導賞系統 系統為大家提供更多元的參觀方式 讓參觀者在沒有導賞員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系統更自主探索會見展品背後的故事 而新增加的活動教育區 設有觸控圓桌遊戲和親子趣味小遊戲 例如有《基本法》成就巨型蛇棋 風箏迷宮抓抓漢等 讓小朋友和年輕人都可以更靈活去認識基本法的意義 紀念館最近舉辦哪些活動給市民參加呢? 首先介紹紀念館提供的導賞服務 除了剛才提到的語音導賞系統 紀念館每個月第二和第四個星期日 下午三時至四時也設有公眾住場導賞 而今個月紀念館也繼續舉辦三項活動 包括有公眾住場導賞服務及問答遊戲 澳門基本法成就短片問答遊戲 以及創意填飾工作坊 至於面向學校和團體方面 亦持有預約專長導賞 另外正在舉辦的有 國旗、國徽、國歌教育展版、循迴展覽及問答遊戲 以及社區推廣劇場兩項活動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活動的詳情 可以瀏覽螢幕上顯示的公民教育資訊網 或致電市民服務熱線2833-7676查詢 聽完你的介紹 詳述市民都很想去參觀 紀念館的位置和開放時間是怎樣的呢? 澳門基本法紀念館是位於 身後岸不時達大馬路縱藝館旁 開放時間是每日早上10時至下午7時 免費入場 歡迎各位來臨參觀 感謝許小姐 節目時間到了 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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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